通訊局裁定早前引起警務署署長鄧炳強投訴的一集頭條新聞 內容污衊及侮辱警方向港台發出警告 商經局要求港台致歉 港台說接受裁決並致歉,會即時檢討節目 今季頭條新聞播出之後暫停製作 先由梁家儀報導,通訊局點說 被投訴的一集頭條新聞在2月14日播出 通訊局接獲超過3,300人投訴 說節目抹黑警方,內容誤導,偏火等等 通訊局調查之後說 接受節目是以輕鬆手法討論時事 不過其中的警方訊息環節 主持裝扮成警員,以廢物膠袋包住頸及雙手 在垃圾桶冒出,完場之後退回去 之後錄集都有類似的描繪 局方說一般觀眾明顯察覺到 環節對警方作惡意描繪 暗示警員被視為廢物 遭人厭惡、唾棄 暗示只有毫無價值的人才會加入警隊 說這種描繪和警方任何行為 或公眾對警隊行使職權的關注 完全無關 只在污衊整個警隊 對整個群體作無理攻擊 醫生,你不夠口罩就早點出聲 牙刷是大把有得省 另一個環節,主持說警方獲法較多防護裝備的這一句 都被裁定有問題 通訊局說港台引述傳媒報道來支持這一點 但有關報道在節目播出後第二天才發布 即使港台事前掌握這些資料 都不能夠在不清楚警方需求之下 單憑獲法的裝備數量 推斷有大量過剩的情況 認為港台未能提供實證 顯示已經盡力確保言論真確 局方又認為 頭條新聞是個人意見節目 要反映不同觀點 雖然節目透過音樂片段 展示警方和不同政黨的議員意見 但通訊局認為目的似是爺遇持不同意見的人 藉此強化主持一方的觀點 最終裁定針對節目資料準確性 污衊和侮辱警方 和要表達多方面意見的投訴成立 向港台發出警告 有線電視記者梁嘉儀報道 至於雙京局要求港台自協 港台同工會的回應就由曾詠珊報道 雙京局說港台被裁定違反多項守則條文 情況非常嚴重 嚴正要求港台接受裁決並自協 檢視是否有人員疏忽和失誤 按結果跟進或懲處 全面檢討節目製作和編輯機制 又說港台應該正視社會各界 對節目和部門管理的關注 港台說接受裁決會嚴肅跟進 並且會向因為連串事件 引起對港台不滿的人 和感到被冒犯的警察自協 裁決涉及的集數會下架 起初港台說頭條新聞本季暫停製作 後來更正做今季節目播出之後暫停 港台工會對裁決感到遺憾 是用了非常主觀的方法 我們形容是去超譯我們的內容 還有是用一種對號入座的方式 去試圖引導大家 就說我看到這個內容 就必然是引起某種的情緒反應 工會又說同管方會面之後 預計節目下季會繼續製作 頭條新聞主持人吳志森 對節目是否能夠以原有的方式回歸 感到極度悲觀 有線電視記者曾永山報導